他説...這個... 根號這等於多少 2 的 5 次方 乘以 3 的 4 次方 乘以 7 的 3 次方 我先說一下方法有很多種 我先告訴你最快的方法 因為到時候還是會用到 你把它記一下好不好 拉起來旁邊 根號 x 可以寫成是 x 的 1 次方 你把它記下來 之後我們在學指數率的時候 學到這個地方 你如果看到根號的話 指數下次方是 1 2 次方的意思 這樣就變得很簡單 OK 好,隨便多少呢 我們看一下 本來是不是 根號 2 的 5 次方 乘以 3 的 4 次方 乘以 7 的 3 次方 對不對 我的做法是這樣子的 我把它換成是 2 的 5 次方 乘以 3 的 4 次方 乘以 7 的 3 次方 的 1 2 次方 看懂嗎 好,然後呢 接下來怎麼做呢 我教你把這 2 分之 1 次乘進去 聽懂的意思嗎 然後不要出現分數 一定要變成整數的意思 好,什麼意思 譬如說 這裡是不是 2 的 5 次方 你把它想成 它就是 2 的 4 次方 乘以 2 有看到嗎 因為 5 次方乘以 2 乘以 2 然後 3 次方 它是偶數次方 我就不要懂 7 的 3 次方也是一樣 就是我盡量出現的是偶數次方 所以變成是 2 次方乘以 7 然後再 2 分之 1 次方 OK 然後接下來呢 我把偶數次方的部分 把它移出去 括號外面 然後呢 你把你感覺像是 跟濾水器一樣 有沒有 像是漏斗一樣 你要經過它的時候 就乘以 2 分之 1 然後剩下 2 跟 7 就留下來 不要懂 聽懂的意思嗎 好,所以變什麼東西 就變成是 反而是 2 的 4 次方 你乘以 2 的 2 分之 1 次方 變成多少 變成是 2 的 2 次方 然後反而是 34 次方 你出來的時候 那個 4 呢 就乘以 2 分之 1 就變成 2 所以你乘上 3 的 2 次方 然後 7 的 2 次方 2 乘以 2 分之 1 變成 1 所以 t 則只加 7 而已 會啦 然後乘以多少 就乘以 更號 這個 2 跟 7 呢 出不去 因為它不是偶數次方 出不去 所以只加 14 多少 ok 然後這個呢就是你的答案 好,所以答案多少 答案應該等於 這個是 4 啦 然後這個是 9 然後這個是 7 然後更號 14 這樣子 然後你把它乘開 就是你的答案 會啦齁 ok 所以答案呢多少 我也不知道欸 36 好啦,我們今天辛苦一點吧 36乘以 7 24 252 所以答案是 252 更號 14 這樣子 好,那 1080 的話呢 就一樣相同的方法 你先把它換成那個 次方的方式呈現出來 就可以了 那 像我的話呢 我的方法是這樣子的 我的 1080 用短數法的話呢 我會盡量找個數次是什麼 你知道嗎 是那個完全平方 對不對 所以先用 4 4 的話呢 4 的話變成是 2 7 0 對不對 那 4 的話用誰 完全 盡量用完全平方的 不行才用別的數字 9 吧 對不對 9 的話是不是 30 30 還可以猜成完全平方嗎 好像沒了對不對 可以嗎 沒有了吧 好,所以答案就變成是 更號 4 乘以 9 乘以 30 因為我跟你講這樣的話 是最懶惰的方法 所以更號 4 就是 2 更號 9 就是 3 然後更號 30 不能猜 這樣會不會 這樣快多了 你就不用寫什麼 二幾四方不用 就直接找完全平方就好了 因為不能就不能做了 這樣會啦 好,所以答案就變成是 6 更號 30 這樣會嗎 可以啦 OK,好 這個給我寫上去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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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